放牧形式屬於花東地區較為特殊的飼養方式 牛隻生活在絕佳的自然環境 但隨著現代社會快速的發展 車流與人流越來越多 現在花蓮的飼養環境已不適從前 牛的放牧空間逐漸被壓縮 在近年來也不時傳出放牧牛造成交通意外事故 因此花蓮縣政府徵修放牧飼養牛隻管理知識條例草案 第五條 它的一定範圍內的不得放牧的縣市的這個部分 都有一些質疑跟一個問號 事實上我們花蓮南北匣場 東西的這個山跟海之間的一個距離是非常的短 按照我們花蓮縣政府農業處的自治條例 所說的這個第五條 針對這個限制範圍的兩百公尺來講 是無法去滿足我們這個養殖戶放牧的這樣的一個空間 面對放牧範圍限制在省道距離的兩百公尺外 以放牧形態是養牛的農友表示 現在東海岸適合放牧養殖的場地有限 並且也都位於主要道路旁 道路旁兩百公尺外就是海灘 擔憂此法一出 犧牲了飼養農戶的生存空間 當然我們在這個台十一線這個這一段路上 我們距離海邊的距離就不到兩百 如果縣府一定要兩百的話 對我們養女婦來說確實是困難 也跟縣府反應大概就是以現在我們所大概可以認同的 大概就是在路上距離三十公尺設定為0 對於縣議員以及農友所提出的疑慮 花蓮縣政府會映之後將會再召開討論會議 針對第五條放牧牛之距離主要道路的距離做討論 以最適當的距離納入草案中 原視新聞樓 花蓮風兵授風採訪報導